之间渊渊相报 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 卡廷森林的屠杀就是德国人干的 因为要是比谁和谁之间夙愿更深重 其实波兰和苏联之间 他们才是最大的仇家 几百年来 两国交恶的时间 要远远的长于双方友好的时间 波兰和苏联之间的不解之恨 和波兰德国比起来 只会多不会少 这位就是沙俄女皇叶卡吉里纳二世 这是个狠角色 她曾经放出豪言 如果我能活到二百岁 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 她的历史最大的影响就是 把沙俄的对外侵略扩张 大大的向外推进 尤其是主导了三次瓜分波兰 尽管波兰的爱国志士 一直都致力于旧王起义 但是最终都败在了女皇的刺刀下 所以波兰俄国两国的关系 一直就视同水火 1919年波兰复国之后 在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推动下 成为打压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急先锋 波兰主动挑起战争 进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广大地区 对占领地区的共产党员施施了屠杀 苏俄没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只好与波兰签订了礼家条约 损失了大片领土 波苏战争中 12万到13万苏联战俘 于1919至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 其中有超过四万五千人在死亡营里 被以各种方式集体枪杀和虐杀 原来类似卡庭惨案这样的事件 在波苏战争期间也发生过 波兰人也杀了不少苏联人 四万五千人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卡庭惨案的死亡人数 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迫解散 主要领导人被杀害 在苏联人看来 这时候的波兰已经完全占到了对立的阵营 所以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前 斯大林和希特勒就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 他们已经打好了瓜分波兰收复地盘的如意算盘 德国陕西波兰之后不到一个月 斯大林就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 进入波兰东部 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这片被寇松县从苏联化走的地区 9月18日 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会师 苏德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 对半分割了波兰 如果不是德国贪得无厌继续东进 要攻打苏联的话 波兰也许就这样被苏德两方分而置之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 斯大林才又从流亡到英国伦敦的西克尔斯基政府 建立外交关系 1943年卡庭森林事件爆发 波兰流亡政府再次和苏联断交 8月18日 蒙满流亡政府再次和苏联沙公分 éis得不理解 1742年卡庭森林事件爆发 波兰也许就将杀了 第一 波兰